謝謝主席 麻煩有請次長 請王次長 黃委員 次長好 在政府的重大公共工程上面 中央去補助地方政府 把事情做起來 我想任何一個民意代表 都是保持積極肯定的立場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如果說 把錢丟下去了以後 去蓋蚊子館 沒有空管好 浪費納稅人的錢 我相信 台灣社會基本上 對這件事情 可以說是相當深惡痛絕 我為什麼講這件事情 我在追慶富爹的一件弊案的時候 接下來一個事情 到現在還是一個爛攤子 沒有處理好的 就是基隆海科館的案子 那基隆海科館的案子 現在除了土營的放款 應該是收不回來以外 還把地上權去設定 做了設定以後 讓海科館那邊的發展 也嚴重受限 但是我在追查整件事情的過程當中 發現陳慶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厲害 為了去配合他 要在基隆搞海生館 然後我們的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邊預算 邊預算去幫他蓋停車場 那你要蓋停車場 也不是壞事 但是有沒有符合實際上面的需求 那我因為在追這個弊案的時候 我就跑到現場去看 跑到現場看 我們政府 目前中央政府 花了一億兩千萬 做了這個基隆市調和街停車場 到底是變成什麼樣子 市長你看右手邊 是現場讀啊 那個門 全部都關起來 然後從 100年開始搞 搞到現在 本來2012年要完工 現在現場全部都是雜草 沒有轉運站 也沒有停車場 好 那我現在就要看啊 基隆市政府去搞這個東西 來請市長看右手邊 他說 我們的中央 補助了5600萬 當然我又繼續往下追啊 你5600萬錢到什麼地方去 結果呢 我們中央補助的 中央補助的是第二期 是第二期的工程 結果竟然在他 招標第一期的工程裡面啊 就出現了中央補助 5600萬的事情 那我就完全看不懂啊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基隆市政府 可以拿中央補助的錢 隨便亂申請錢去亂搞嗎 結果 我去查以前的公文 發現 在毛治國當交通部部長的時候 第一期喔 還沒有完成 交通部就核定 補助他第二期的工程 結果他把 第二期工程的錢拿去用什麼 拿去用在 第一期上面 這件事情 我追出來了以後 我請交通部的一些同仁 來說明 說明完了以後 對整件事情 到底要怎麼處理 他們根本沒有給我一個答案 既然你們不給我一個答案 那我當然就去找審計部 審計部啊 調查報告出來了 他調查報告啊 除了說 你們前面的評估 亂做 亂搞 之外 更嚴重的是什麼 更嚴重的事情啊 是後面的這個 來 第一期工程 百分之百 基隆市政府 他知道自己做 第二期 申請中央補助5600萬 公路總局去撥補 第一期的工程 記者 知不知道這件事 我細節不清楚 但是這是 不該這樣做的 不該這樣做嘛 要不要追究責任 我請 因為 因為你們前面那個公文啊 亂七八糟 我一封公文 一封公文 對 做完了以後 我賀蘭發現什麼 賀蘭發現的是 你們要補助的是A 結果他把錢花去B 然後更不要說 整體上面 搞得亂七八糟 到現在還雜草重生 變成文字管工程 市長你說 不應該這樣做 我覺得你講得很好 但問題是 現在錢已經砸下去了 這個就是說 整個到現在都沒有做 它是一個轉移上工程 那 剛才又談到 在這補助款裡面 不同的期的這個部分 我想這部分在工種局 有需要的話 應該把它追毀 我想這部分我們來注意 那除了追毀以外 當初錢怎麼隨便亂丟下去的 不用追究責任嗎 來你看一下齁 最後審計部是怎麼講的 審計部已經通知你們公路總局啊 查明相關人員疏失的責任 次長需要多久 因為這個案子喔 我可以跟次長講 我整整追了兩個月 我整整追了兩個月 我去看現場 看到這個樣子 發現納稔人的錢這樣亂搞 然後我開始追 然後我開始追以後 結果基隆市政府 竟然還發了一個聲明稿 說我胡說八道 現在結果出來了 我沒有胡說八道 我從來都是看證據講話的 需要多久 那居然說一個月的時間 是不是給黃委員一個說明 你不用給我說明啊 這個可能是要給整個社會 一個說明的事情啊 那個審計部已經有這樣的 他們本來就要回答 那因為黃委員對這個案子的重視 我也把相關資料 分兩個部分喔 第一個 錢拿去亂花怎麼辦 第二個 當初到底是誰點頭的 當初到底是誰點頭的 點頭的 那個人牽制的人 他要出來負責任 可以嗎 OK 我們就調查 把整個狀況 釐清清楚啦 他如果有人為上的疏失 該處理就處理這樣 好